大家好,仙克莱开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 不过也有话有说,这个仙克莱到了夏季是必死无疑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仙克莱很怕高温 那么它在夏季容易出问题,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它会进入一个深度休眠,那么这期间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 它们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 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容易出现烂根的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这个仙克莱在接下来高温的时期出现这些症状呢? 我们只要在春季的时候把这一道防护给它建好了 那么这一盆仙克莱到最后就能够健健康康安安全全的度过夏季了 仙克莱无法度过夏季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出现了闷根的现象 一旦到了夏季,它这个气温又高 空气如果再潮湿的话,分分钟就会出现这些烂根烂块筋的这些毛病 那么我们在春季的时候就给它撒上一些这个赛夫仙丹 这是一种高效的杀菌剂 能够给这个囤土进行杀菌 也能够被这个植物所吸收 那么就算它自身已经感染了一些病菌 给它用了这个赛夫仙丹 就相当于给它吃了一次这个抗生素 那么最后它就能够健健康康安安全全的度过夏季了 这种赛夫仙丹它的药效是达到45天之久的 而且它的渗透性也挺强的 能够沙灭这个盆土里面大部分的细菌 给它打上半个克勺撒到这个花盆里面 撒多少就要看我们的这个花盆 它的大小和这个植株的灌服 如果小小的就要判断一下用量了 如果你也想要自家的仙客来安安全全的度过夏季 那么在春季的时候 这一道防护一定不要忽视 要给它做好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